大家好,我是张明 即现在讲座开始 我们都知道今年是庚子年 对中国来说,从近代以来 庚子年就是一个灾年 1840年,庚子年 1900年,庚子年 1960年,庚子年 今天又是庚子年 但是这种灾年 它这个灾年跟以前那种天灾 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这几年天灾 你不能说这么大中国 没有,但是总的来说并不严重 可以说这几年都不是天灾 天灾之年 但是呢 它都是由于人的活动 人的活动导致的 当然我们都知道 就是这个我们中国 讲究天神合一 总终初开始 就是说实际上 人的行为啊 是可以引起这个上天的变化的 中国人一直都有这样的观念 就是上天的这个变化 从这种天灾 就地震啊 这个水汗 黄汤 黄灾啊 这样的灾 都是跟这个人的活动有关系的 都是跟人的活动有关系 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一种 这种传统 一种观念 呃 但是我们在这个现实中呢 你却发现这个 这个耕子年的灾年呢 实际上是跟这个我们的活动 是很有关系的 就是我们的 我们人的一些 我们中国人的一些 就是说 它的行为 呃 直接导致了这个 这些年是成为灾年 啊 首先第一个耕子年 就是1840年的耕子年 我们知道1840年 它重点呢 它的问题就是 中国要经营 当时经营了鸦片啊 鸦片是 显然是英国输入的 啊 英国输入的 就是 呃 一方面呢 是因为我们 我讲过的 一方面是中国朝廷是进那个烟草 完了呢 有人就拿这个鸦片了 当烟草来吸 结果就吸成瘾了 另一方面呢 就是中国人 英国人也一直希望 打开中国的这个 啊 这个大门 就一直希望跟中国建立一种通常关系 但是他们始终是 就就做不到 所以呢 他们在 他们那个几乎就是没有什么商品来舒华 然后呢 一直就是到拿银子来买我们的茶叶 这样的这个贸易 对他们来说很不合适的 就是一种 啊 一种单向单向单向的贸易啊 嗯 那个 所以他一直想在打 一直想打破这个僵局 所以说后来就是稀里糊涂的就变成那个 一个鸦片的输入 鸦片输入就打破了 就真的居然 但是问题是 呃 这个烟呢 对这个 鸦片是从英国 从就是实际上是在 呃 在孟加拉种 种植 然后英国人把它 就英国人东京的公司把它运到中国来销售 后来呢 呃 其他的国家商人也参与这个销售 但主要还是英国人啊 就 卖鸦片的主义是英国人 他无论是 呃 他是这个 通过什么处境 他主要是英国人来干 啊 英国人干 而且呢 但是呢 他这个 这个 对抗贸易呢 已经是在 就是 嗯 三年前 就是184年之前 三年已经 就是由 原来由东京的公司垄断 这个事儿已经结束了 就这个 这个贸易权呢 已经收回英国 这个国家了 所以英国政府呢 就派了一个贸 商务监督啊 三年前 在 林德徐来自 三年前 已经到了广州 但是呢 中国人就 中国政府呢 就不理他们 啊 中国的贸易体制呢 它是一种 就是一种 这个 就是一种 这个13行事 的贸易体制 就是说 这个体 这个虽然是官方的 主 主导的 这个对外贸易 但是由商人来操办 我们官 官方基本上不擦手 那个 他也不承认 就是国家对国家这种 这个 这个 这个外贸权 就是 就是国家和其他不管 我 我们 我们对 我在我们眼里 没有什么其他国家 啊 天下就一个中国 啊 所以呢 你那都是蜀国 你翻蜀国 你就是不上贡 你也是翻蜀国 所以我们不会跟你 打交道 啊 就是他 他根本不 他就不理会这个东西 所以呢 他说这个 你你商务占度来了 有什么用 你代表政府会有什么用 我不理你的政府 我不仅不理你的商务占度 我根本就不理你的政府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就成了一个僵局 啊僵局 那么但是 但是实际上呢 你中国想禁烟呢 你必须跟英国政府打交道 为什么这么说呢 说你如果你跟不跟英国打得到 你这个烟是禁不了的 首先就是林郑徐搅那个烟 你都搅不了 如果如果英国压名贩子不肯搅烟 你林郑徐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啊 就是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你这种来硬的 来硬的就等于等于等于打仗 啊 那么就说你如果你要想和平的去进言 就不打仗 那么这个情况下呢 这个呃 你必须得跟英国政府商量 啊 而即使是打仗 你也进不了 说两句话 因为中国我们讲 中国从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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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 福建沿海 这个这个面太大了 啊 走势人有太多 说实际上你要如果不跟英国政府谈这个事情 这个烟是禁不了的 啊 禁不了的 但是呢 林郑徐 林郑徐也没想到这个问题 村政府林郑徐都没想过这个问题 说这个事要跟这个英国政府商量 我们协商 因为英国政府当然可 是不是可能谈通 当然可以谈通了 因为英国政府其实并不是想卖鸦片 他主要是想通过这个打开中国的市场 我输往中国输出这个他的工业品 啊 他他的他的主意是这个 他为什么跟你跟你经商 我不能光买你的 我不能光买你的茶叶 我得通过我的产品 我产品就是我的 我生产的东西 然后呢 然后呢 我来就是给达到一种贸易的平衡 啊 不能像这样的 他并不是想用鸦片来取代 就是他并不是真心想买鸦片 这鸦片是歪打正着碰上的 他主要是想跟你这个 就是把打开中国市场 我跟你建立一种平等的这种商务关系 这是他的意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说 当然是可以协商量的 你如果跟英国商务系统会来了 你跟他谈 你谈了 你谈 你能许你只要谈明白 这是这谈 谈好了 这个事情可以解决 就是他们就可以说 那我不要鸦片不卖了 但是你这边呢 你你也接收我的这个商品啊 我们这个形成一种比较平衡的贸易关系 我就OK了 对吧 但是 当时清政府根本就没想到这场 就理都不理 后来结果呢 林律序寄烟的时候呢 就是逼着英国鸦片派的浇烟 把烟炒把那个烟 把鸦片浇出来啊 浇出来 是无常浇出来啊 不是中国政府收买 那这样的话 这个鸦片派就不想浇啊 这个这个行为本身呢 也就是逼人家浇烟呢 你虽然是他是 我们今天开始毒品 但那个时候呢 他的概念不太一样 就是那个时候国际上并没有认为呀 便是毒品啊 你等于是说呢 你等于实际上就说这种 这种搅烟 搅烟行为就触犯了英国人的一个禁忌 就是你没收我的私人财产 啊 在英国立国是私人财产是纯身不可侵犯的啊 你别说你别说你国政府 你连英国政府都不能没收 你就没收了啊 难道当时呢 这个这个江居江那以后呢 英国这商务监督就告诉一些遗憾的犯 你交出去你们尽管交啊 你交多少 你给我一个账就行了 这都算什么呢 算英国政府收买的 就是你交了以后是英国政府 就是等于是等于是这个什么呢 清政府抢了英国政府的财产 马上把这个事变成什么呢 变成任何就两国之间的关系 二人两国的关系 这个是那个商务监督自己 他自他自行其次啊 他怎么干 如果你就会反正你 我都待了三年了 你都不理我啊 这个事我们也是僵局根本打不破 自己肚里也可以一肚子气 于是通过这个事呢 就把想通过这个事呢 就是就有有意想把这个事情呢 把这个禁烟问题呢 以向战争啊 这种 那么这到了这地步的实际上呢 我们知道这个事就不可收拾了 啊收拾了 那我们知道后来英国政府 这个英国国会也批准了 这是在这次战争的提议 然后呢英国人就派出来了 英国军队只要一派出来 这仗就必打 非打不可啊 非打不可 尽管中间有些曲折啊 他们啊有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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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折 也说其实他们先只是向到了那边去 到白河口啊 准备直接见皇帝 皇帝没见着 但是实际上皇帝已经答应他们了 说可以跟他谈呢啊 那一谈这个事呢 皇帝发现皇帝还是不干 实际上皇帝是误会了 就包括这个齐赛 当然自己种族齐赛和皇帝都误会了 他们以为英国人来到这块呢 是来告状的 是因为他们受了云泉局的欺负啊 他们就只要说是 我就是我派这个齐赛过去 当天天大臣就是以皇帝的名义呢 把他们就摆平就可以了 你不是说冤屈吗 我给你再摆平 那他没想到英国人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 我还是当年就是1793年 马盖尔尼来的时候那个意思 就是要跟你建立一种同众关系 同众关系啊 那么这个中国政府跟我这个清政府是肯定不同意的 就是这个这个就是他不同意就是他他自己的这种主观成见 我我我始终认为我就是天下老大天上上国 我不能跟你建立一种关系啊 但实际上世界已经变了 老大不是中国 老大是英国 第二次给你机会 还已经派了舰队人来跟你谈的事 你还是不谈 你还是拖 还是不谈 最后就能打了啊 就能打了 所以这仗打从1840一直打到1842 打这两个人仗打的是说两句话 如果是一个有稍微有一点现代知识的 世界知识的人这仗都不能打啊 不能打 但是中国当时是所有的人都没有 林哲徐知道一点也是一字半解啊 剩下的人实际上都没有 所以就打了就打了糊涂仗 实际上中国人根本打不过人家 根本根本打不过人家 所以这仗打完了啊 打完了之后呢 你你你该干嘛 你还得签 而且他们就是签南京条约的时候 中国政府实际上并不知道 这个条约签了以后是到底是意味着什么 这个条约 这个条约 这个条约签了以后 中国的主权受到什么影响啊 你是不是能够建立一个人建立一个平衡的关系 这都都政府完全不知道 就是反正是就是我为什么跟你谈 就是因为我惹我就打不过你了 我就是黄秀黄秀黄秀明 我实际上我们打不过人家 打不过怎么办呢 就是赶紧签了之后你好走 我签了之后你就走了 走了以后再说 事的事也在说啊 所以该打应不打应的事 他全都打应 啊全打应 所以我们说我们说 后来我们以多少言都为之奋斗的 就是一个关税之主问题 这两个大问题 一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自外法权的问题 就是司法独立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当时都是稀里糊涂 人家提出答应啊 那么后来很大的麻烦 一直到后来的民国时期 这个时期还没有完全解决 所以这个所以就这个灾祸 这场兵斋实际上就是 实际上就是因为清政府根本就不懂世界大事 根本就没法 根本就没办法应付这个东西啊 所以他们以按照自己的主观的这样的想法啊 这个想法去操作这个事情 结果当然我们知道就很糟啊 很糟就很糟 所以呢就我们讲到说第一个灾祸 实际上我们讲从根子里来就是人祸 如果你要是明白一点就不会有这个情况 但是问题是当时的中国人是不可能明白的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不是说没有知识的这个呃 这个就是没有人外界不是没有外界的有知识的输入 我们知道在明朝末年的时候 马盖尔尼不是马盖尔尼 就是利马杜他们来的时候已经告诉了中国 中国人很多时代 我说就是这个这你这你这踩上大地是个地球 马盖尔尼已经把万国渔徒 就是我们讲的地球图地球移地球图 已经送给中国人了 你中国人很多人知道了 但是问题是进入了清朝 大家又忘了 完事全都忘了啊 后来呢 那个马盖尔尼来的时候呢 马盖尔尼特意强调这个问题 说呢就是我给你啊 就是我他给清朝皇宫的礼物中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地球仪 天体仪 天体仪是整个电太阳系 地球仪就是地球啊 他能赚的啊 能赚的 就是就是他就是要通过这东西来告诉你 世界是这样的 不是你们想象的这个天下 这个天原地方的这样一个世界 你你这个这个地方了地平了嘛 你们在这个大地中央中央不是这样的 这个世界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啊 世界是出现一个地球地球没有什么中心边缘的问题 就是一个一个国家的 他就特意要告诉你这个问题 但是中国还是 你这样老是不理会 这样的知识输入 这样知识输入你一始终不理会 始终不理会呢 你还是一直坚持你这种想法啊 想法 天你是天下上国 你是天这个天下天下这个呃 坚持你的天下官 坚持你的朝公体系 还这一套 那当然这事情就肯定会就能就就就就 必然会扮成这个样子啊 扮成扮样子 反正你有狂王之大 你觉得你可以原来你觉得打要打 我也不怕你 我也可以打败你 那你一打呃 发现前方将领发现根本就打不过人家 根本就一点不失个 但是呢 他又不敢说 不敢跟皇帝说 说我们打不过人家 所以就只好谎报军行 不行的谎报 不行的谎报啊 这谎报到最后 一看英文步步步紧逼打南京了 呃 皇帝才恍然大悟 原来他说他们都是谎报的啊 其实我们真的打不过人家 那那那那到了 所以实际上呢 就是第一次根子政治之灾呢 实际上就是人祸之灾 但是我们想这个这个人祸呢 也是一种 就是你确实是不确实是 就是中国人太自大了 就一直就不理会这个东西 就不理会这种世界的变化啊 才会导致了呃 这一场灾祸 那么讲第二次根子之灾 第二次根子之灾 实际上已经过了 从今以后过了六四年了啊 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 我们知道我们搞了洋务运动啊 后来呢 由于这个呃 这个甲午的刺激呢 我们又搞了乌许维新 实际上中国已经在 中国一直在变 中国在变 中国已经引入了很多新鲜东西啊 东西 就是有些很多的呃 就西方的东西 我们已经开始吸收了啊 在这期间呢 我们也半推半就的这种油包皮包半正面这样一种方式呢 我们接收了我们这个世界的体系啊 这种概念 我们在1875年就开始啊 我们在1860年开始接收就同意接受外国使节驻京 在1875年呢 我们也往外派使节了 派公司了啊 就是我们已经接受威斯特法利亚体系 就是我们已经接受了西方的世界体系啊 已经承认这个点了 我们也后来也引入了这个外国外国公法 就是所谓的国际法 就按照国际法的原则开始办 尝试的办事 就是我们已经完了 我们更不休 更更更不用谈 我们还有大量的这种呃 什么呢 就是这种洋务运动啊 办工厂啊 引进他们的轮船啊 我们的半海军啊 等等这样一些新事物 我们修铁路啊 修铁路啊 安装有线电报 实际上这个时候呢 就是西方的这些东西 呃 基本上在中国都出现了 啊 不光是这个洋枪洋炮 不光是轮船火车 都嘛 基本上都都都都都都出现了啊 但是问题是 问题是 虽然经过60年 中国已经变了很多 但是以前有一些 基础的东西还没有变 还没有变 就是呃 对于大多数 读书人来说 咱们不讲老百姓了 读书人来说 实际上他们的观念 还是过去的观念 啊 还是过去的观念 这个呃 呃 还有一些人 他们一直都这么想 说可能 为是这个 说西方应该 不会超过我们 应该不会比我们强 啊 我们肯定 我们这么不大精神的文化 啊 这么这么有种历史的国家 肯定还有一些东西 啊 我们凯雷巴就出来 我们肯定 总有一天 找这些东西来 我们就可以跟西方 进行抗衡了 啊 在这个 第二更几年之前 其实 呃 比较先进的中国人 已经意识到 中国不变不行 中国不学西方是不行的 那么 这个日本之所以能够这种 啊 这种啊 这个 罪人小国 能够那么轻而易举的把中国打败 打得一塌糊涂 就是因为他们学这种 学西方学的好 啊 那么 如果 我们不学西方可能就完蛋了 真的可能就被人吞并了 啊 真的就亡国了 就是他们 先进中国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 而在这个过程中 实际上 就是 所有沾洋物的人 实际上都有的 都有都都都非常清楚 啊 西方的强大 中国不行 这已经在某些人中间是一个共识 但是问题在另一部 另一身中间并不是共识 他们总觉得 他们还有办法 啊 中国 这个问题呢 很低 就是这个问题 就这两个东西都都并列存在 就不是说 就是不是说这个 这个国家中 这个读书人都是 都在向往变法 我们虽然在这个甲午之后 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变法 整个就 应该一个 食物报 好像就是横扫天下 很多报纸 很多学会都办出来了 很多人都在 往 往往往前走 都在向西方学习 啊 都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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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大规模的去 学习西方 去政治 去政治 去日本 啊 因为他们想在日本找到一些 呃 能够 就是他们 那么 为什么发展那么快的诀窍 啊 这都都在学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 实际上还有很很坚硬的动土城 这个动土城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动 啊 他们并没有说是因为 这个中国 惨败于日本 就真的 真的会 就觉悟了 啊 这更不要说 呃 底层老百姓 经老百姓呢 经老百姓是这样的 就说 你 你 中国 你开启贸易 就开开启跟西方的贸易 我们如果能占便宜 我们如果能参与 我们就参与 你呢 引入中国的 引入了轮船火车 我 我们如果能有事 便利我们就去 我们也 我们也去 觉得挺高兴 但是呢 他们并没有 就是没有说人 没有人会接受西方的观念 没有人会领会说 西方的制度怎么这么好 啊 这这这对底层老百姓是不可能的 而且还有一就是更外 更更更可怕的是什么 就是说 这个自从太平天国以来啊 就是这个西方的 这个宗教的进入 已经引起了底层很多人的反感 啊 就是有一批人 有一些底层的百姓的是信教 但这个人数很少 大多数人实际上对这个东西 大多数人对于这种西方的宗教 还是持这个怀疑 甚至说这个敌视的态度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也是也是很清晰的存在的 他们对西方宗教有很多很多的误会 很多很多的一种 这个不可以实际的这种留言 谣言非常多啊 非常多 所以这个潮流也在也在凶涌发展啊 就是我们看到是就是实际上对就是这六十年时间是两两股潮流都都在走一个向西方学习的早前走呃 家伍之后成立起呈现高潮 那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潮流呢 就是暗流涌动 你是往后往后走 不仅是朝中那些顽固的斯大夫 而且底层的百姓也在往后走啊 我们说渔民很多啊 多 有时候渔民多到了就是让你觉得觉得觉得无奈的地步啊 非常就是就是那些先进的人觉得很无奈 但是这个时候呢 我们讲说高层政治呢 也发生了一些呃非常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变化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戊戌维新的这个他的失败啊 就是呃 就是主要是因为他这个呃 这个西太后和光继之间的这种矛盾产生的 就是这两个在权力结构上出现问题 就是一个不肯不肯让权 一个不肯让退出退出舞台 一个呢 就实际就一定要一定要把这个朝廷救救过来 一定往前走 他们之间呢 本本身权力上不对等 就是在后台的这个人呢 权力很大 因为他毕竟是呃 怎么说他毕竟已经操控这个这个朝众已经将三十 三十八年了 就实际上他就朝廷上下都是他的人啊 只要他在做什么 他又不想干什么 就肯定是你就办办不成的啊 他又不想对立志舞台 但是中国的特殊情况就是说你这个太后这个女人 你虽然是掌权实际掌权长了三十八年 但实际上你你是不行不应该这样做的 因为我们中国是个男权社会 你你你女人不应该这样 所以呢合法权益的拥有者应该是光续皇帝 啊光续皇帝 但是但是光续皇帝却拿不到这个合法权力 所以他们俩之间的矛盾 实际上只要是下后不肯放手 这个事情是不可解的啊不可解的 那我们知道最后这个矛盾就是慢慢慢慢 野化冲突 由于而且由于有这种顽固派的推波驻流 这个顽固派对于这个变法是不可不满意的 就他们实际上对于这个变法是从根子上就不想不想做 因为因为他们鼓子都是根深蒂固的相信 他们却中国就是这种固有的这个宝库啊 就是有东西比比西方强 像这样的观念实际上是根深蒂固 就是实际上我们就到今天我们还并没有消除这种观念 就是我们总觉得我们中国自己有些东西是很厉害的 啊只是没有被发掘出来而已 老是这样想就是到今天了 我们已经感觉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是不稀化的 我们住四川我们吃的穿的用的住的房子啊 交通工具啊通讯工具实际上都是西方的啊 跟西方没什么俱别了 这个时候我们中国人还是相信啊 还是相信你比如说这个这是这个这个无完肺炎 我们中国人还相信我们自己有自己有中医啊中药啊 我们中药可以可以可以的 有双方莲出来了什么莲花青纹胶囊也出来了 都觉得这个玩具我们这个东西自己的东西是可以啊 很厉害 这个这个没有办法就是根深蒂固这么想 但那个时候就更强烈的这么想啊 而这个西方这个人呢他又是什么 他又是一个他没有什么就是他没受什么教育啊 他也没上过学 那十字都是自己自自己啊自己呃学的啊 能识多少字现在虽然也是个谜啊 呃反正我觉得他可能能读懂一些经人解释的咒章 但是他绝对不会读书的 他他想读呃知道书里东西他必须听人讲啊 啊他的知识主要是通过呃开戏啊 听唱可以听人唱戏啊 啊从这获得的知识 所以这个知识就很陈旧啊很陈旧 我们知道当时那个京剧就是我们说的京剧那个那些那些内容啊都是非常都是来自于底层呃很出比但是也很陈旧的一些知识和观念 所以他实际上是没有这些东西就说他看他绝对看不清世界大师啊但是他他更在意的是权力啊是权力啊权力就是我我我在乎的是权力操作我不能放过权力但是我怎么去操操中国权力玩把人玩下去我我我我自己全都稳固住这些东西他就很精文很精文的一个人啊所以 呃所以在所以呃所以在这种顽固派的这种这种啊支持挑拨下他就出来了出来了之后他又重新把权力夺回夺到自己手里头找了个借口嘛夺到自己手里头收一手了那么他夺权之后呢就禁费新法 因为顽固派说你要不禁费新法你没有理由出来你必须告诉世人你说这个新法都是错的皇子都是错的 我才可以出来因为你是个女人啊皇帝已经到了亲政年龄了你皇帝当政是合法的你不合法啊你要想变得合法出来啊实际怎么也都不合法但是说你冒事要出来你必须把新法全废了那么就凭着一个什么局面就是他实际上他自己并不是顽固派的首领 但实际上当了外国王帝首领啊 最后就给人给外国人就是给西方人一个一个一个观感就是说你光绪皇帝在变法你呢太后呢是反变法啊 变法那那个光绪皇帝是进步者你太后呢是一个反动反动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西方是不希望不希望中国倒退的啊 我以前讲过这个问题就是他不希望中国倒退啊他希望中国学他们啊 那么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他他们他们以他们的心情他们肯定是向着光绪的 所以这个局面就很很很吊诡了 其实开始其他后出来的时候并没有在乎他并不是想出来以后就反西方啊 反西方对西方对着干但是问题是呢他深恨由于权力运作的关系他深恨谁呢深恨光绪 你你你你你你你还想你还想夺权你还想拿过去你也想把我考让我和白战 他他就被变成了一种就是他和光绪的私人院所以他一定要把光绪搞下去啊 就把光绪废了 废了 废了 可以说从呃这个1898年这个他废就是他这搞到政变以后就这个一共这一年多到到庚子一年多的时间他一门心事 他当时最主要的想法就是想把光绪废了把你废了 所以这个事呢就是说就是他当时并不是说一开始就是想给西方对着干 他觉得他也他也知道西方比较厉害 他一直都因为这比例呢比那么长时间了 他当政从1862年当政的时候他已经这个时候他到这个时候也也三十多年了他也非常清楚啊西方很厉害 他也并不是想给西方干但是问题是 这个由于王国派这种作祟王国派认为我们可以给西方干啊 但是他倒是觉得我们不能给西方干但是这个时候呢由于他就想废光绪就我就跟西方往上冲突了 西方就说你要是把光绪废了那中国就不可能改了啊不可能改了 那么他就他们就就他好几波就是他第一波比如说他想他想把他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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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布散布很多谣言啊 这个让医生散布说这个光绪 他第一波就散布谣言说是这个光绪病重啊不行了啊一波一波的这个紧锁密鼓的那风筝很紧 那西方就怀疑了说你这到底是真的假的啊啊说不行你到我们派个医生去看看 结果当时这法国公司法国司法还真有给这种医生就一看了 这个一检查说什么事没有 我就没 他这事就被打住了 谁打住了呢 就是第一他第一波想废光绪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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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啊就被打住了 是被西方公司直接干预一下就打住了 他他他他他他他来气了他非常生气 他我我想废皇帝 这是我们国家的事凭什么你要管啊 他很生气 一向他就他就他的仇恨就引到西方头上去了啊 这样他就他他就跟那个跟谁呢 跟王国派 这个王国派达成了一种高度的一致啊高度一致 他就是想他但是他想的是废光绪 这王国派就是想把洋鬼都赶出去啊赶出去 我们现在看到是有点质不量力 但是那个时候对他们来说就是那些那些很那个警离之八来说 他们觉得这个事情不是不可能的啊 只要我们发掘出我们中国传统的东西出来保卫出来就是有可能的 他们就这么想 我们我们后世人我们觉得他们太可笑太荒唐 但是他们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那你真是没办法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讲说这个 所以然后然后我们知道这个这个他就说说说之后呢 他就想另外一个办法 那先给光绪找一个儿子啊 找儿子 然后那个儿子随时可以取代光绪 只要有机会 他就他就他就很久把光绪给废给废了 给废了 他还是长海岸这个心 这样就是要 这个不仅西方紧张 中国所有的洋务派 所有的这种先进的知识分子都很紧张 他们发起了很多轮的抗议 很多的抗议 这个 就那个时候的我们知道中国很多知识分子还是可以的 比如说他的张元集会啊 呃 还有这个呃 金元善呢 这个就是那个当时这个上海电报局的这个这个总办呢 直接呃 这个 这个上书皇帝啊 抗议这个事情 他们都在都在抗议 就真的发出声音在抗议啊 抗议 这个就说明实际上 这实际上就是实际上说明是这个顽固派和这种这个变法者啊 和这改革者之间的这个张力呢 变得很紧张 啊 紧张 所以 所以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实际上在庚子之前的时候呢 这个双方的这间这种这种这个就是这个整个国际国内的 这个情形式啊就变得非常的 也变得非常紧张 空气变得很紧张啊 这个 所以后来闹那么大其实也不是没有没有缘故的啊 没有缘故的 那这种时候呢 我们知道这个这个这个顽固派就在发掘 他一直在发掘这个东西 因为清政府啊 就他们 我们不要认为动不动起讲这个清政府不发光群众 其实清政府很很乐意发光群众 当年那个抗英的时候 就是184年抗英的时候 就是实际上我们就发掘什么山原理抗英啊 什么一种的 呃 他们一直就是想发光群众 这一次呢 他们真的去呃 就是就是 这些反共派的官僚就去发光群众去了啊 真的一发光群众还真发出宝贝了 就是我们讲说是呃 后来的一个团 当时就是很杂一杂八的什么神拳呢 这个义和拳呢 呃 什么大刀会呀 就这帮是啊 这帮他们都有一个共性 就是他们要练神拳 他们要 他们通过练神拳呢 就可以什么呢 就可以实现这种刀枪不入 啊 那么刀枪不入 我们知道他刀枪 刀枪 刀枪不入是实实要演练的啊 演练的 就是他们真的是演练的时候呢 就是拿刀往肚皮上砍 运气队的好的时候 真的砍不进去 就这个这个表象 后来一个团就开始表演嘛 就开始弄的火枪啊什么的 这也是就是 让人看起来好像他们真是可以火枪也打不进去 呃 这个刀也砍不进去 就这种真是有用呃 这个法术真是可以实现刀枪不入啊 这个 这个王国派官僚啊 他是一帮就是非常怎么说呢 就非常蛮憾 非常粗俗 非常的这个这个不能干事的一帮人 就是他们实际上是没有一点 没有一点这种科学精神 或者这种就实证精神的人 完全没有啊 所以听风就是雨啊 听风就是雨 所以这个所以所以这个这个这个一团刀枪不入 就被他们组成的夸大啊 啊 等夸大到的夸大 等夸大这个西大后的时候 已经就是这个事成真的了啊 就跟真的一样 那一样 那么 西大后当然是对这个事是 开始是将信将义 一个团也特别喜欢戏剧 一个团他们自己就是他们当相不入怎么来呢 他说我是我是通过一种神就神灵浮体嘛 神灵浮体我就当相不入 我们什么神灵浮体 他的神灵浮体那些神的全是戏上的啊 什么什么灌云长啊 什么孙悟空啊 什么是就都是那种戏剧小说上的东西 他们也中 所以他所以所以所以他们的知识结构是跟西大后有同构性的 他们之间有同构性的 所以西大后有有信他这个基础 思想基础 那加上呢 就加上这帮人的忽悠这种渲染啊 后来我们知道最后的时候那个西大后还派那个刚一个特殊俏去实际考察一下 这两家汇报回来说真的是如此啊 就是他们的主观愿望上就这俩 因为保顽固大臣嘛 他他主观愿望上就欺向于相信 他们又不是个能干涉的人 所以他就不会去仔细考察这些东西啊 就是人家蒙他就就很容易就把他蒙了啊 把他蒙了 所以呢 所以一旦西大后还不是百分之百 只要有百分之八十相信 他像不如是真的 我们知道后来的事情就就就可以发生了 就说这个一个团的这种大 就开始杀教民啊 杀传教士 进而杀在中国工作游历的外国人 反正这样是借阳就杀 后来发展成为你中国人也是 就是不是教民也杀 你用了洋东西也杀 你我都杀我都要杀 他们最后进入北京之后 他们是宣称是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 一龙就是光绪 光绪要杀掉啊 那光绪就是最大的二毛子啊 就实际上就成了成 就他们很自觉的就归顺在西太后的名下 他们是西太后的好战士啊 没有杀掉光绪是因为当时秦氏不允许 如果秦氏允许的话 那是宅 就是他们的一个大首领的宅衣 就是肯定会把光绪给杀了啊 二二一龙二虎 二虎就是李鸿章和这个庆星王啊 就是那些这个稍微的开明一点的大臣都是三百羊自裂的 所以所以这个虽然一个团是被这个顽固派直接推出来的 但是这个时候已经很自觉的成为谁呢 成为西太后的工具啊 西太后你不就是想废光绪吗 那我们把光绪杀了啊 那你不就实现了你的目标了吗 所以他这个从这个阴差阳阳错的就成了 就是从从开始是 西太后稀里糊涂的当了顽固派的首领 后来又成实际上成了什么呢 成了这个一个团的老佛爷啊 变成这样一个格局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就把这个 就把这个西方彻底得罪了 就是你出来 中国出了一帮塔利班了啊 就是胡来了啊 就胡来了啊 就成了权货啊 权货在这个权货闹刚闹出来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呃 这个西方都不太相信 包括公子那些公子都不相信 说中国已经学西方学了都学了60年了 怎么突然间开始反 反西方呢 这不可思议啊 不可思议 后来发现这是真有了 完了就他们就开始临时组织了一支 就很主要有海员随手组织的那个呃 这个联军啊 西莫尔联军就是想什么呢 就是想到到赶紧到那个哪里 赶紧到这个北京去把这些使馆的人都接出来啊 就说第一次联军并不是想打打下北京 他就是想把使馆接出来啊 都天天开火说到结果都结果被拦截嘛 被拦截拦着 最后把那个廊房大桥炸了 他们火车也开不来了 那些水兵们又不赛于陆战啊 所以就要退回去了 那些水兵们的枪都不凑手了 西洛湖都凑起来的 所以也不赛于陆战 所以就退回去了啊 退回去了这边就危机了 使馆就被围成了 就开始打使馆了 两个据点嘛 一个是使馆 一个是西徒教堂 这开始围攻教堂和就是 中国当时北京好几个教堂都都被攻陷了 只有这个西徒库的大教堂还没被攻陷 完了这个就是使馆 这个时候就是希望就很严重 他们的使馆人员已经遭到了 已经是危在待待息了 所以这个时候才组织正式的八国联军 啊 开始的使命也就是去解救十万人员 但是一路当然直到我们知道 他打得太顺了 打得太顺流了啊 顺流以后呢 就 顺手就把北京占了 北京占了以后就控制北京 然后开始 那么这一次庚子之后呢 第二次庚子之后呢 是有没有天灾 你也不能说一点没有 他们说山东啊 也有过一些局部地区发生过旱灾 但是其实这不是最严重的问题 最严重的问题还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中国政治上的倒退 啊 我们说政治倒退 就是西后并不是说 他并不是一个很主动的要当地倒退 他自己没有意识形态 啊 但是他确实是在拉这个车 再往后走 踏实回头 在这里有很多原因 但是他真的真的 他在依靠的力量 或者他推动他的力量 就是那些朝中的顽固派 这个很多人 很多人啊 这个地方上也有很多人 啊 加上 还有众多的这种伊克团的 这个渔民 啊 他们都是把中国这个火车 往后拉的追货手 就是这个 这一次呢 在这种 我们中国的兵 这一次中国的兵灾还是人祸 但这个人祸 比上一次还没有道理 上一次你可以说你整个都对西方的知识太贫乏了 太贫乏了 我们给你 你给你 你启蒙我们 我们也不接受 确实是隔膜 而且还比较自大 这个时候实际上 也没什么可自大 啊 你已经这么长时间 已经老挨揍 都都都被人打 都打趴下了啊 你这个时候还在想着幻想着说 我们有什么法宝 如果有法宝的话 你那么一次战争 你为什么不拿出来呢 尤其是中日加武战战 你给小日本打 你为什么不拿出法宝来的 你那个时候的 那个时候如果到下 如果后来也发现不入的话 那个时候中国人就没有发现不入吗 尤其是山东发 山东市这个伊克团的发生地 我们知道这个甲午战争 有一个大战场就在山东发生了 山东在他们在呃 这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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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进入北海 啊 拿下刘公岛的基地 就在山东发生了 你山东老百姓哪去了呢 那个时候当然不如哪去了呢 如果那时候有的话 真有的法宝的话 那时候你拿出来用了 对不对 实际上是没有嘛 啊 胡扯 但是就这个货 这个货就做成这个样子 啊 做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如 但显然就是因为 我们知道这个朝廷 政治上开始反动 说 如果说你的洋务运动时期 你 你既有反动 也有也有进步的两方面 两两 就是双面都存在 你到了乌学金的时候 你是想进步在主流了 但是一反一一 争变一发生 这事情就改革倒过来了 那就是开始大倒退 这个倒退 这个倒退导致了这个冰灾 那种灾祸啊 这个灾祸啊 这个灾祸并不是一个天灾啊 现在 第三次我们讲更是更是人祸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所谓的灾祸灾灾害 我都查过他的信息资料 中国当时基本是从调与损 包括六零年是最严重的 就属于 所谓这种 这个 就是这个 灾难最最深重的 六零年 因为死 所以我们死人所死的三千五百万 或者说四千多万 反正是 上千万肯定是 这是铁边的运动肯定有的 就是自己的 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这种年间 都是 都能显示出来这样的少 就实际上我们应该是说 三千万到四千万是肯定有的 那死人最多就是一一六零年 二一年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肯定 这个 这个所谓三年灾难灾害 就是大胃性造成的 就是你盲目的发动大胃性 我自己胡拙 胡拙 那么你为什么会拙呢 就是 就当时呢 这个 有些大人死后呢 这个 这个毛泽东觉得这个 国际公用领袖我可以当 我来 我应该有留我当了 喝两个算什么 所以他就很不服气 但是那 传统上讲的还是苏联是国际公用领袖 苏联 苏联总书记肯定是国际公用领袖 毛不服气 毛不服气 那你有什么本钱跟人争呢 那么你中国有什么东西呢 啊 苏联必须是工业国了 你有啥呢 所以他就想尽快的把自己变成 把国家变成工业国 毛对自己这套政治操作 呃 你政治动员呢 大方控啊 这个 他都很他都很自信 他说我 我通过这个就可以实现工业化 啊 迅速实现工业化 啊 比如大线钢铁 就是包括全民炼钢铁 那我就可以把钢铁跟人家 一 一夜之间就上去了 啊 所以大家都农民也不动地了啊 啊 这个什么的大家都不干别的了 全全连连中南海都都在 累个炉子练钢 大家把锅都砸了啊 实际上都是下手带 这根本就练不出来练不出来钢 那他但是他就这么想 他就认为这样可以实现工业化啊 啊 然后呢 呃 各地呃 这个吹牛呢 就是农业生产 就是农产 从农产万斤吹到农产十三万斤 农产二十万斤 农产三十万斤 大家都比他吹 毛又认为 反正你记少是 我给你打个对折吧 你说你三十万斤 我你十五万斤总是有吧 啊 实际上说是这样的 连三十斤都很多没有了 啊 没有了 因为盲目密直啊 深翻土地啊 把这个地都搞完了 所以呃 大类钢铁又 大家又不能去种地 所以说都就最后就就 开始饿肚子了 到758年年底 呃 下半年已经开始了 已经开始出现这个问题了 到59年的时候已经 呃 当然这个大家都这个 他即使是这么武断的人 到59年的时候 他已经他也意识到这个问题 也很严重 所以他就想开楼山会议呢 撒拉车啊 撒拉车呢 然后我做一些简单的检讨 就是把这个问题归结为一种技术问题 啊 我呢做一些小检讨 我们刹了车 然后就开始糾索 糾索之后呢 就就缓回来了 那如果按到按他的这个呃 步骤去揪呢 呃 死人会少一点 比如说 不会死那么三千多万 死一千多万 就差不多了啊 但是已经是大灾难了 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这个中国抗战八年 呃 你满打满算 你也就是死了两千两千万人左右 那么你和平时期从五八年到五九年 你就你就死一千万 你就是大灾祸 就是这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灾祸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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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事情啊 但是 但是 但这个纠错的行为呢 实际上并没有 中间被打断了 我们知道 因为这一旦一旦开会一纠错呢 就很多人就就在这说嘛 因为因为你错太大了嘛 有人说就说过头了 呃 呃 最呃 不该发生的事情就是说呢 就是这个是彭德怀站出来 来纠错 因为彭德怀是个纸筒子啊 纸筒子 他觉得这个事你做的很很差 他就会直说 但是他那个位置呢 又他是一个呃 他当时是国防部长 你是个元帅呃 你要说这种话呢 毛就觉得军队也不稳了 可能军队会对我的统治进行怀疑了 因为他们这个对金人律这个权力都非常敏感啊 非常敏感 如果别人如果接着张文天说可能无所谓啊 但是如果彭德怀说呢 这就是就大事了 所以你这事是想干嘛啊 想干嘛 他把这你想的很严重啊 你可能是不是败到我的权力了 实际上 实际上并没有谁能当时想败到的权力 并没有谁想啊 取而代之 只是说就是这个把事批一批 但是毛就是非常敏感的认为 你们批这事儿 最后你们批这么严重 就批到我头 就实际上就是想让我承担责任 然后就就来夺权 他就会想的很多很多 然后他就开始反击 他一反击呢 就愣把是个扭过来了 就是从批主变成批佑了啊 就是就是变成了彭德怀他们变成了又清晰贵主义者 而且尤其是彭德怀这样 但是黄克诚也这样 最好做 反而一批这个高级干部 呃 呃 他们基本上参与的越多 这个毛越紧张越敏感 所以这事就扭过了 一扭过来以后呢 就从批左变成批右 然后呢 持续跃进 毛就不服气 我就就就跃进就怎么样 这这个一持续跃进就麻烦了啊 我们就看到这个这个持续跃进 同时呢 增购是最多的 中国粮食出口也最多的 最高峰就从49年到到到到60年 粮食出口最高峰就是1960年 那么我们知道这60年20年最多 但是这个呃 这两头59年如果是三千五百万的话 这两头估计是59到61 呃 两个加起来都有一千五就不错了 两千万都是在60年死 饿死的 饿死的 所以这是一一场浩劫 就是空前的浩劫 就是真的是一种到了人 就是呃 中国大地上开始出现人相识的这个灾难 当时在世界上 因为中国那时候已经到了四季六零年 已经到了这个二十四季六零年来说 就是这个这个我们知道人类已经是科技发展很进步了啊 所以这样的灾难呢 这样灾难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也是仅见的啊 所以这次灾难 当然我们讲说这样的灾难呢也是一种 就说他很标准的就是一种人祸 啊 后来赵奇在七人大会上他说这个话就是就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实际上没有连三分天灾都没有啊 纯纯纯纯就是人祸 这个就是人拙的啊 就是中国人从谷子里头 包括毛这个 其实毛当时走大学区的时候 也不是毛一个人这么狂热 其实他们上下都这么狂热 一帮呃这个高级干部 就连最初的时候连彭德华都很狂热 彭德华后来就发现他他他到底下看发现不对了 但是他都很狂热啊 人们都觉得我们通过自己的方式 我们中国式的方式 绝对可以赶超呃世界 超英赶美不才不在话下 甚至苏联我们也不在话下 那时候大学区最热的时候 他们已经认为我们已经超过苏联了 说现在我们不能告诉他 因为苏联呃毕竟是老大哥 我们不告诉他 我们超过他超过他 他们自己真的相信自己已经超过苏联了 自己超英赶美就不在话下 因为毕竟都是井里之蛙 毕竟都是些农民 就是农民国度中的一些农民领袖 他们并不懂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他们就是就是他犯的毛病 就是实际上就是前两更子年一样 就他们真的不懂世界大事 不懂世界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啊 就他们都不懂啊都不懂 完了呢就是盲目的相信自己 他可以 完了那个这个搞人民公社的时候呢 这个毛还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式 给世界提供一个什么呢 世界提供一个进入共产主义的好最好的模式 就是通过这个东西呢给人类提供一些啊 最可宝贝的一些贡献啊 就是包括我们人民公社包括我们大跃进 包括我们的多元方式 他不认为这是一种灾难性的东西 不认为这是一种错误 这是一种啊 这是一种灾难 他不他并不认为 他们认为反而这是一种贡献 这是对人类的一种贡献 他们 根深蒂固的还是那种观念 就是就是我们讲出一个团的观念就是 我们认为就是中国这个中国自己 中国人自己一定有一些特别厉害的东西 只要把它发掘出来就可以从精神变成物质 变成一种呃 属于毛鲁毛奖的话 就是精神原子弹啊 而精神原子弹 他们认为是可以抄可以压倒物质原子弹的 真是那么想的 说有有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 这是今天看来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 有很多不可思议说 我们很多可能很多不可思议都说 你你你怎么会这么想问题呢 多荒唐啊 但是对他们来说 就他们那种就是一以贯之的那种思维啊 他就是就是能够通过不同的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时间段来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展现出来啊 很很很可怕 那么这个这个所以说这个所以我说我们讲说这个 那以往的这个就是庚子这种都是摘货啊 而且摘货越来越大 是如果说第一次呢 还是就就说一些一些少数几个省份的发生一些冰灾 冰灾也不是说整个弥漫 你他一路打过来 他也就是比如说广东浙江啊 完了到了南京啊 这冰灾的不是全国性的 但是到了庚子年就是一团就是 到了一一零零年的时候呢 就发现就变成一个几乎整个北方的卷钱人了啊 是中国所使是就是就是这个损害特别严重 但是到了一六零年的话就整个全国的卷钱人了啊 那一下子死了这么多人啊 那么这个灾祸是越来越重 那它是骨子里头的东西啊 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以贯之 就这种古老的中国思维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展现出来啊 展现出来 那么这个庚子年会不会 那么我们讲今天已经很很 现在已经很危险了 现在已经已经是就是现在已经 我们大家可能都看到了 我也不想多讲啊 好吧 就讲到这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能听完 谢谢 这个饥荒跟龚友之有关系 但不是龚友之一定要导致饥荒 因为当然设置国家还不是中国一个 东欧啊这个越南朝鲜补巴都是 但是像这样大饥荒就中国有 所以说这个饥荒是有的 但是但是大饥荒恐怕是当时那种 龚友之下面的搞胡乱搞跟这个有关系 那最后一怖就也不知道 这个差别是开工人 那边就是这条路 那这条路子的一个人 都可以看看 那的人生他不是 有原因那没有人 那边就是 你孩子懂了 我希望你 那边就是 你东西 就是 这条路子 没人 到 我觉得不能这么说 就是的确他这种 就是这个辛亥 没有了这个地质 传统道德 就是这种刚长伦理 他是受到冲击了 但是但是这种官方论影 实际上中国 中国找法是要改变的 你不能老是这样 所以这个关键是因为 后来的新道德没有建立起来 新的规范 法治国家也没建立起来 你们可以看看高华的著作 这个商兵的著作 毛海健的著作 还有这个 孙志华的著作 这都可以看 老回这种话 当然不是一个腾给的 是这些太监们给的 随便太监李贤英 他们给的 其实我们就是一个集团化的国家 这个 这个从政治到法律 文化都很集团化 这个饥荒跟郭永志有关系 但不是郭永志一定要导致饥荒 因为当时这个国家 还不是中国一个 东欧 这个越南 朝鲜 补巴都是 但是像这样大饥荒 就中国有 所以说 这个饥荒是有 但是大饥荒 恐怕是当时那种 跟我下面的搞 胡乱搞 跟这个有关系 抗粮放现在怎么说的激进派呢 这不可能呢 当然说 但是 就是他现在也是肯定 他要是活到今天 也不会被现在手中 现在也是 也是被打压了 就是肯定 是肯定